大家好 今天是美系时间5月24日 欢迎收看网维微博 我是Cherry 面对越来越多的围堵和割裂 网络平台Facebook与Lime传出华为内部员工爆出的消息 指华为正准备大量裁人 即使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稍早接受采访时还豪情壮语 但也承认或采取一部分以应对外界因素影响 令外界纷纷猜测华为是不是撑不住了 台湾自由时报的报道说 中美贸易战况持续加剧 以Google为首的十几家跨国企业 先后参与围堵华为 任正非虽信心满满但却爆出 将会从整个集团内的18万员工中采取一部分 以应对外界因素影响 报道引据美联社说 有不愿意居民的华为员工指出 公司已计划裁撤部分员工 自由亚洲电台消息指出 任正非21日对裁员事件发表看法 他认为迫不得已时会让员工有出路的情况下进行裁员 华为内部员工不愿居民地受访 并表示目前公司已计划要裁掉一部分员工 来面对目前公司遇到的问题 他也说 不是说裁员吗 你看新闻吧 报道披露 任正非最近一直出现在荧光幕前 已超过一般商人做出的言论 不难察觉它是顺应中国政府的需求 但中共当局没有办法像美国封杀华为一样 反过来封杀苹果 因为苹果的所有技术不是来自中国 美国总统川普23日放出风 华为问题有可能是中美贸易协议的一部分 川普说 从国家安全和军事角度 华为很危险 但是他补充说 如果我们达成协议 我可以想象以某种形式在贸易协议中把华为包括进来 当被问到具体会是什么样的协议时 川普太极式的回答说 这会看起来对我们非常好 我可以告诉你们这点 川普的子分表态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会晤了一组美国农场主和牧场主后举行的 即兴记者会上发表的这番评论 白宫宣布向受贸易冲击的美国农民提供160亿美元的援助 在中美贸易战震撼之际 川普上星期签署了行政令 允许美国拒绝让外国对手掌控的公司 向美国电信系统提供设备和技术 美商工部随后下达禁令 切断了华为的关键供应链 稍早前 美国国会议员提出议案 要协助美国电信商将华为排除在5G网络升级的供应商名单外 该草案将透过7亿美元的资金 资助电信商寻找华为以外的其他合作伙伴 并确保华为或中心的服务与设备 不会出现在美国下一代的5G网络中 5月22日 美国埃莫里大学突然关闭千人计划 华人学者李小江和李士华教授服务复的实验室 埃莫里大学通过电话联系所有实验室成员 解雇李小江和李士华 同时解雇该实验室部分中国雇员 并要求他们在30天内遣返回国 其中也包括了一名待产的孕妇 据美国媒体报道 李小江和李士华教授夫妇被开除 是因为他们没有解释 他们在接受美国联邦资金时 来自中国科研经费 以及他们为中国大学进行的工作内容 李小江夫妻都是在人类基因领域的出色教授 李小江自2005年成为中生教授 自2007年李小江在中国多所大学任职 并在2010年被纳入千人计划 在2018年8月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给研究机构发出信件 提醒警惕中国的渗透 在4月 加州休斯敦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 率先开除了三名华人研究人员 北京时间5月24日 中国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 已主动申请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 董事会已批准 关于退市的原因 公告称 出于一些考虑因素 中芯国际董事会批准将其美国预托证券股份 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 并根据交易法撤销该等美国预托证券股份 和相关普通股的注册 资料显示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是目前中国内地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企业 这一次在华为出事之后 中芯成为了华为潜在的救星 原因是 中芯国际此前宣布将要大规模量产14纳米芯片 而这个芯片正是华为目前所需要的 目前 华为的芯片大多数都是台积电供应 而台积电大股东却来自于华尔街 华为禁令一出 台积电未来也难以预料 欧盟驻港澳办事处24日向香港特首发出正式外交召会 就正在修订的逃犯条例草案提出强烈抗议 这项修订的草案在香港曾引发大规模的抗议 包括外国政府 法律和商业团体在内的批评人士担心 逃犯条例可能会破坏香港的法治 使包括过境香港的外国人在内的个人 都可能被送回中国大陆接受不公平的审判 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 最近几个月对香港的逃犯条例已经多次表达关切 香港政府说 他们希望在下季立法院休会前通过这个草案 欧盟发出正式抗议外交召会表明了 欧盟在逃犯条例议题上的强硬立场 几天前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 香港政府不会撤回已经向立法会提交的 修订逃犯条例草案 塞尔瓦多即将上任的副总统当选人 费利克斯·乌宥雅表示 塞尔瓦多新政府不排除与台湾重建外交关系的可能性 塞尔瓦多去年8月与台湾断交 并随即与中国建交 吴又牙23日在参加华盛顿智库美洲对话的论坛后表示 塞尔瓦多将谨慎思考与中国的关系走向 不排除与台湾恢复邦交的可能性 吴又牙表示 塞尔瓦多的外交关系不会受制于美国 而是基于自身发展利益 他指出 塞尔瓦多外交关系有总统决定 新总统布克尔曾多次表示 塞尔瓦多的发展是其寻求建交的主要关键 布克尔之前曾表示 他尚未在对华关系上做出决定 认为中国对塞尔瓦多缺乏尊重 干涉他国民主寻求不公平贸易 塞尔瓦多在去年8月结束与台湾77年的外交关系 并随机与中国建交 此举引发了美国政府的抨击 华盛顿还曾召回驻塞尔瓦多大使 中萨尔尔瓦多提供了1.5亿美元援助 中国外交部称援助是聚焦塞尔瓦多的民生需求 并宣称不是金援外交 美国中月23日以417票对3票通过 大肆改革美国退休制度的议案 让雇主向员工提供更有弹性的退休储蓄计划 包括纳入可保障固定收入的年金 为了配合越来越多人延后退休的趋势 新议案将废除年满70岁半 就不能再存权到传统个人退休账户的限制 而是把强制规定必须开始提款的年龄 从70岁半提高到72岁 此外 新法将准许员工在雇主停止提供年金计划时 把这些合约转移到IAR 并继续拨款到这些计划 这个议案现在将交由参议院决定 预料参议院很快就会通过 川普也渴望签字生效 朝鲜24日就目前已深陷僵局的美朝谈判发出新威胁 称美国若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回应朝鲜的善意 他们就将永远不会再和美国谈判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表示 只要美国不放弃现在的算法 不以新的算法面对 朝美对话就永远不能重启 二次川清会会谈破裂后 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也就此中断 朝鲜本月内曾两度试射导弹 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担心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谈判 是否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金正恩上月12日发表施政演说时 将重启朝美对话的期限定在年底前 他当时也曾强调 美方应改变态度拿出朝鲜所说的新的算法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24日宣布 他将于6月7日辞去保守党领袖的职务 在此之前特雷沙梅被告知 议会不可能通过他达成的脱欧协议 特雷沙梅在唐宁街10号发表的一份动情的声明中说 为了尊重英国全民公爵决定退出欧盟的结果 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还表示 未能落实英国退出欧盟的问题 对他而言是个深深的遗憾 由于特雷沙梅的外交大臣亨特等保守派内阁成员 反对他通过达成的脱欧协议 内阁成员导格议会划变 以及英国选民在脱欧问题上的强烈反弹 特雷沙梅被逼得走投无路 不得不辞职 预计英国保守派领袖的选举将在6月10日启动 在新的保守派领导人选出之前 特雷沙梅将担任内阁看守首相 以上是今天的万文微博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 是吧 好